哈喽大家好 我是英国营养咨询师布莱尔 今天很开心可以在这边呢 跟大家分享一个我们台湾独特的保健产品 叫做牛樟滋 牛樟滋呢 它可以帮助我们保肝解酒 还可以帮助我们提升免疫力 然后去应付现在外面的一个不好的环境 那牛樟滋它其实呢 是在全世界只有台湾有 因为它必须要在海拔呢 大概400到2000公尺 这样的中高海拔的一个高度 然后搭配了特殊的湿度 还有光照的程度 再来呢 也因为呢 我们这样子的一个地理环境呢 有个特殊的牛樟菌的这种整菌类 所以呢 在天时地利人和的情况下呢 牛樟树呢 配上牛樟菌呢 它们呢 就演化出牛樟滋这样子的一个成本 那它为什么会被发现 其实是在早期就是原住民啊 他们都在山上做运动啊 打猎喝酒 那不小心去吃到一个这样子的成分的时候 发现说呢 他们的体力突然间变得很好 有非常良好的体力可以去打猎 再来呢 就是他们很喜欢喝酒 吃了这个东西之后发现说 他们的酒量变得更好 可以喝更多酒 可以更狂欢 所以他们就口耳详喘 大家就养成了一个吃这样子一个成分的习惯 那后来被我们知道之后 我们就开始去做一些研究啊 发现说呢 这样子一个成分其实它非常的不简单 它里面呢 含有非常高含量的三铁类 我们都知道 林芝 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保健素材 牛樟枝呢 跟林芝 它的差异是什么 一样都是芝嘛 都是真菌类的东西 林芝呢 它其实呢 它的功效性成分有多糖 然后也有三铁类 那最主要的这个功效性成分三铁类呢 它大概30几种 后来呢 我们去跟了 因为我们当时找到这个牛樟枝 我们就想说 一样都是真菌类的 那我们就去做一个比较 发现说呢 牛樟枝呢 它的成分里面呢 它含有的三铁类呢 远远的超过于林芝 它大概有200多种的三铁类 所以它在功效上面呢 其实是大过于我们所常见熟知的这个林芝 只是说林芝它在市场上面呢 已经发展很久了 所以呢 大家对它呢 是很了解的 不陌生的 但是牛樟枝这个东西呢 其实在市场上相对它是比较新的东西 而且呢 它是台湾独特的 只有台湾才有的一个成分 所以在国外 其实认识它的人并不多 但是呢 就像最近奥运啊 我们拿了很多的金牌 拿了很多的奖牌 我们拿了金牌 就是我们台湾之光 那其实在保健成分上面呢 牛樟枝呢 它也是我们的台湾之光 我们把它称作我们生命中的红宝石 是我们台湾呢 这个地理环境给给予我们的一个保障 我们的一切猜料 我希望你发现 是我们的一个保障 谢谢 给予你